我先做一个免责声明 以下我所发表的 对所得税的看法 是我自己理解的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 还不太了解 但是这个是我所理解的 我阅读了 官方发布的消息之后 我所整理起来的 我所理解的 如果有错的话 请大家多多包含在下面指证我 哈啰大家好 欢迎回到一半星蛋潮的频道 相信大家都会看到一个新闻 如果是在新加坡工作的朋友们 就会关注到明年的一个政府的政策 对我们的政府 抓我们新加坡做工的人来开刀了 明年呢将会有一个新的所得税的法律实行 明年开始呢 所有从外国 汇进马来西亚的一个收入呢 都会被开始征税 明年的一月到六月期间呢 他的话就会对所汇进来的钱 抽3% 很多人就不明白 抽3%是什么情况之下被抽 其实是这样子的 他不会说讲在你转回来的时候直接抽 你转回来的时候他还是你转一千他还是一千 但是你要承报 OK 你需要对你转进来的这个钱呢做承报 OK 从一月到六月期间 你转进来的钱他都会根据一个3%的利率来抽 OK 比如讲说你转一千块进来 你在七月的时候呢 要填一个表格 进行承报 承报你所汇进来的钱 如果是没有承报的话呢 就会被罚款哦 任何存进 从外国汇进来的钱都会 需要被抽税 这个政策真的是 让很多在我们 新马 在马来西亚 在西亚坡工作的人呢 影响非常的大 这个政策 基本上因为 他们在新加坡工作呢 已经被抽过一次税了 但是 马来西亚呢 要把他们汇过来的钱 还要再抽多一次税 这个政策真的是非常的糟糕 然后很多人还不明白说 他不是你转进来的时候 他直接扣3% 而是你在七月的时候 你要对你转进来的这个钱呢 做一个承报 他一月到六月的话呢 就是3%的利息 你需要在七月的时候承报 然后在六月到十二月的时候 就按照原有的所得税的税率 OK 来做抽 抽啦 大概是我们如果是有赚到一百千的话 会被抽个十千左右 就是你的赚的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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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呢 你只要在新加坡有做工 OK 你基本上都会 有到那个一百千的税率以上 不过他这个钱呢 只是 就是 for你会进来的钱 OK 因为我们在新加坡做工的话呢 有在新加坡花费吗 然后你在 在新加坡所被抽过的钱 然后你回来的时候呢 你会根据当 你还过的所得税的钱呢 再扣掉 OK 他才在抽你那个 他的所得税啦 基本上啊 只要 你马币 你转回来 每年有一百千的话呢 要被抽的税呢 大概有十十千这样子 OK 如果再更高的话呢 还会到 最高到三十百千 没有错的话 这个政策真的是非常的糟糕 因为啊 我们 如果是讲说 我们去外国赚钱 把钱寄回来啊 其实是对 我们的本身国家 国家是有好处的 外汇嘛 你这样子都是赚外国的钱啊 也不是讲说 我们去旅游把钱花出去 我们是把钱带进来 对我们的这个国家是很好 在本地有发展啊 他们一开始这样子 抽这个税啊 变成 大家可能 觉得 我在外面赚钱回来 我还要被抽这个税 OK 我们 带外面的钱进来 是对我们自己国家好 他还要去抽税 干脆我就不要寄回去了咯 我直接在这边生活 在这边住的好好的啊 为什么要 转回来 干脆我直接移民啊 直接把 所有东西那边卖了 直接移民 其实他这个呢 就是针对我们的 马来西亚的华人 因为 我们马来西亚的华人呢 最多是在外国做工的 在新加坡 在澳洲啊 美国之类的 他们最针对的 就是我们 OK 虽然我不太想要承认讲说 我们的政府是最 很种族的啦 但是 OK 不要讲这些东西 不然等一下我被抓去灌 OK 基本上是这样子啦 OK 因为外汇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嘛 因为我们马来西亚 特别是我们 Johor啊 有 好多好多 OK 可以讲 上万几十万个人呢 是从Johor每天来回 去到Custom做工 在以前啦 疫情之前 它这个东西呢 又是针对说 呃 在2022年的前三年 只要你有 你是 Dex Bayer 他们叫做 Dex Residence 就是Dex Bayer Dex Residence 就讲说 你在马来西亚 有住 超过183天 你就属于是 Dex Residence 什么意思呢 就是讲说 因为 在疫情 2019年 啊 2020年的疫情 之前 2019年的话啦 只要你每天是 来回Custom 做工的 你就是 Dex Residence OK 它特地又抓回前三年的时间 OK 2022年开始 抓回前三年 2021 2020 跟2019 OK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从2020年开始 的 3月 就开始 Lockdown 非常多的一些 呃 马来西亚 在新加坡 做工的一些 劳工呢 就从2020年的3月开始 就 一直住在新加坡 没有回来 所以 它在2020年 2021年 肯定是没有 在新加坡 没有回来到 马来西亚 没有不符合 Dex Residence 的条件 但是它特地 抓 抓3年的时间 就是 2019年的时间 就来 就来 你就知道 为什么了 OK 2019年 还没有疫情的时候 90 可以讲 90% 的人呢 都是在马来西亚 新加坡的 关卡 每天来回的 它就肯定是Dex Residence 希望会有一个 返回的一个余地 不过我基本上可以说 这个是没有什么可能的 它是针对 所以 新加坡 马来西亚 在新加坡 做工的 这个人 来抽这个税 不过我本身的话 也会被影响到 因为 我的YouTube收入呢 也是属于 从外国会进来的钱 OK 我也是本身会抽 不过 因为我的钱也不多 OK 我YouTube收入的钱也不多 所以 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影响 OK 然后 有关于这个所得税的问题呢 还有什么人想要知道的话呢 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做了研究之后 我再给你知道 OK 基本上它目前的情况是这样 你1月到6月 所汇进来的钱 你做一个承包 它会抽你3% 然后 7月到12月的话 跟最原有的税率的 那个 level来收啦 因为它就是 你赚越多 它抽的%越多 就是这样 OK 我们下次再见 Bye